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休息一下吧 最近太累了 不能休息啊 要不然谁知道我姐 会做些什么 暂时没有什么多 越没动作才越奇怪 我最担心的还是小灭 如果她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的话 会怎么看我 要不我们把事情告诉赐小姐 她会理解你的 你知道吗 斯明 我以前看不见的时候 很多事情反而很简单 现在 我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跟我想象中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并不是我想去争 但我却不得不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去争 这样我才能保护她呢 明白吗 你不想知道她 我现在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已经搬到我父母家住了 我现在见她一面 都见不到 每天给她送汤 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喝 见不到你不会找机会去见吗 办公室 回家路上 哪儿不能接着你 见到了又能怎么样了 恐怕现在我对于她来说 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她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 你要找机会跟她说话呀 我就不信她连一句话都不跟你说吧 她真的不跟我说 杏初 杏初她已经跟我提分手了 我们 我最近真是倒霉头了 工作工作不顺 杏初还这样 之前有个导演找我 竟然是为了要买 十九年漫画的版权 你可真是幼稚 现在不是小孩子家闹情绪的时候了 那我该怎么办 继续监视母杏初 可是我 不要再跟我说找不到 你自己就是个大父子长 杏初避你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让你精神呢 你要采取手段 知道吗 什么手段 最简单的 家里钥匙你还有吧 买个录音笔放在家里 录下她回家之后说的所有内容 这也 这也 还有很多监控监视的设备 需要我提供给你们 你得首先了解她 知道她在干什么 和什么人在一起 你才会有气入脸 学姐 你不用了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一会儿我会送你回你爸妈那儿 既然你抓不住千初 总能坚持到你那个姐姐吧 而且你也那么讨厌她 学姐 学姐 你要干的事 到底跟实想念有什么关系啊 她其实是没有什么心眼的 你倒是帮她说起话来了 实地 怪不得你越来越可怜 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只有解决掉十小年 你才可以跟千初在一起 你好好想想吧 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不懂 馍总 陈医生怎么说 陈医生说身体状况没问题 木千初也有跟她反映过 一些零散记忆恢复的情况 陈医生的意思是 也存在是自然恢复 不管是自然恢复还是庄的 只要他记忆回来 我们就会有危险 莫总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你去找陈医生想个办法 我说服我爸 要签出出国治疗 好的 至于公屋和石小念那边 今天有个导演找我 竟然还是要为了买 石小念漫画的版权 我看 明天你去安排一件事情 现在 必须要对石小念和恩怡动手 怎么画得这么厉害 得卖好 懂什么 你不是学画漫画的吗 学画漫画的还画什么事 你不知道工笔和漫画 是两回事吗 就像你是做手机和电脑的 你怎么不去坐飞机啊 今后说不定可以啊 非我来说有什么难道 天才 懒得理你 真的是 画工笔 你不是画漫画的吗 怎么画工笔呢 为什么 讨好我爸呀 不是 这还用讨好吗 你爸已经同意我们俩的事了 同意了 还不是因为我乖巧可爱啊 所以他就同意了 快来 夸我 不是 我爸突然同意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丧气啊 就不能是单纯美好的祝福啊 我爸说什么了 你爸说希望我们两个人好好的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吵架 还能彼此陪着对方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学好工笔吗 因为 我看你爸特别想把那幅牡丹画画好 所以 我看他那么容易累 我就想 自己学一学工笔画 能帮他善上色 帮点探萌 是吗 其实你爸是真心疼你 他也是真心爱你的 要不然怎么会同意我们俩的事 所以 所以啊 你今后要乖友听话去淘气 我说的是 所以你能不能跟他道个谢啊 这事真的感谢他 道谢 不是 我跟他道谢 没搞错吧 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比我的脾气要倔一百倍一千倍 我跟他道谢 咱们多一声不如上一声 你就跟他道谢吗 你敢说笑 你敢对我 谢谢 我跟我说睡觉了 我继续画 你看我最近都有长进 这原来这个笔锋我都还不能这么漏 你这水平啊 得学上几年 才能画好一幅完整的画 你来 我来 你不相信我的实力 那我这个天才就给你露一手 那好了 我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 还得打扰你 我是想知道 上次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如果我 急急配合治疗 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是啊 至少让我坚持到把画画完完吧 嗯 是啊 好 牟总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剩下的就麻烦陈医生了 我这边检查结果之类的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出国治疗这种事 其他的不用你担心 我们这边来操作 陈医生只要收口如瓶就好了 好吧 好 谢谢医生了 刚那个就是墓雪的助理生人 墓雪让我叫医主 建议墓前出出国治疗 今天来找你 看来正是时候 墓雪已经准备对墓前出国治疗 墓雪 准备对墓 那需要 墓雪也有帮助 你帮帮助 eso 墓雪也有很多 吧 正在说 你还能赶紧 你没有你 潮雪不可以 那之后 他们想让我们做电视剧的 先薰漫画 虽然小说不是很有名 但是 他们会答应我们 把我们的漫画肉朵尽量炒告 怎么样怎么样 站在我们的角度 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大馅儿饼啊 他们还说 要做一个系列 三个作品搭底 打造一个品牌 三个作品 我已经想好了 要趁这个机会呢 把怪物片之狂的第一季 出版出来 你的粉丝呢 已经追连载 追得披心待跃 饥渴难耐了 我 做你的闺蜜 兼粉丝兼经纪人兼社长 管着这么大一个出版社 怎么能辜负你的粉丝呢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 就这么定了 其实 我也觉得是个好机会 你想想看 目前为止呢 漫画和影视的结合前景非常好 再加上他们给我们的片酬 真的不低 报酬不低 对 所以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把我们的漫画出版出来 这样你这个新生代漫画家的名头 也就名副其实了吧 嗯 加油 你可以的 拜托 你干吗呢 还以为你在这儿拍山都海呢 好搞笑啊 我爸今天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呼吸法 非逼着我做 说是能清费 他刚进屋你就回来了 我陪你一起坐 严肃点 是真的 我腿太疼了 我不跟你一起坐 咱俩没错 怎么了 这么累 好事 我们工作室谈成了一个大项目 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要做现行漫画 什么条件啊 前景啊 片酬谈得特别好 小丸子也想抓住这个漫画改编的机会 顺便发行我们怪物片直狂的单行本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漫画市场这么好 你应该感谢我吧 出版社和工作室是你投资的 没错 但是呢 漫画是我画的 作者最大 漫画是你画的 可你画的也是我呀 那顶波分你一半功劳吧 三分之二 你说你露出了一副奸商的丑陋嘴脸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项目 靠着 我觉得对方的态度啊 感觉啊 都还可以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担心 担心 听起来没什么可担心的呀 那公司可信吗 白宇查过了 资质倒还可以 就是他们买的是小说社署 版权好像有点问题 不过也说马上会解决 我觉得他们挺坦诚的 我就没细问 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 我觉得可以 你也觉得可以呀 可是我觉得不太行 毕竟这个方向我都没怎么做过 我就有点没有信心 而且特别神奇 对方比我们还着急 他们恨不得今天签合同 明天就合同 你不是一直觉得 工作室的合作方向 应该更宽广吗 最近也没有什么 特别要紧的项目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那如果我有什么不惠的地方 我可以向你请教吗 没问题 三顿蛋炒饭 橙江 今天还剩什么饭了没 好乐 在锅里呢 去吃吧 说好了 三顿蛋炒饭 不许再多了 施晓妮 你很优秀的 知道吗 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了 我不会让你卷进眼下的 这个局面里了 希望沐前初 也能明白这一点 小念 妈 对了 妈 我 我 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说 你们上次整理我房间的时候 就我小时候那缩写本 你们来留着了吧 在在在 妈妈把你小时候画的那些东西 都放着呢 放在书柜下的小格子 小念 你要吗 那我明天就回家吃饭 然后顺便拿一下 正好我好久没跟爸妈一起吃饭了 那太好了 妈妈明天给你做好吃的 好 那不说了 妈 明天见 好 妈妈 那好了 好了 不不不不忙了 来 出去出去 来啊 妈妈一个人行啊 老师啊 你不是每天念聊小念吗 正好来 快点 来 陪你爸爸多聊聊天啊 来来来 你看你们俩 那天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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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习惯啊 好习惯啊 早知道你在 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小迪啊 今天妈妈正好做了好多 你们姐妹俩爱吃的菜 难得一家人 一块拒绝啊 喂 小先生 从我哥出事那天起 我就觉得 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我还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的关联 所以 我一直保持着 官网的态度 你开始怀疑沐雪了是吗 很多事情串在一起 她都莫名其妙地 参与到其中 现在只是一些 碎片性的线索 还没有被串联起来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一定在其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谨慎点是对的 毕竟如果对方真的是沐雪 那贸然行动 不但不会逼她现行 反而会打草精神 让她把狐狸尾巴藏得更深 你也就更难找到线索 不瞒你说 我一直和她身边的人私下里 有过信息交换 线索我是有的 但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是 她做这些的目的 到底是为什么 这几年我也看了一些 关于沐雪的报道 她绝对不是那种 会无缘无故冲动做事的人 我们找不到原因 只能说明这里边有些事情 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情字节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向您求证一下 你是想问沐雪和公寓 对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 我也有过 从我发现他们俩的邮件之后 我就觉得 你哥和沐雪之间 关系匪浅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是那种很亲近的朋友 是那种 你哥连一句都不愿意跟我提的朋友 我自己来就好了 这也不是在公司里 客气什么 你先忙你的 可惜这儿没有你喜欢喝的花茶 搞定了 喂 什么事 我现在不太方便 姓蔡 我现在不太方便 所以 那通电话 你认为是沐雪打过来的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 但现在想来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你能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 虽然当年那些事情 已经过去了 但 但你也想知道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也不是 我不在意真相 我想知道的 是公寓的心吧 还有一个 就是施晓念 沐谦初曾经跟我说过 他的目标不是施晓念 而是整个恩义 施晓念只是被无辜 卷进风暴的受害者 可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简单地是 恩义的一场商业竞争 而更像是在直指施晓念 晓鸥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初找上施晓念 是因为他的漫画 因为他的漫画出现在 你哥的车里 那会不会 这个漫画里真的藏了一些 什么关键性的线索 就连施晓念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却有人很在意 其实一直有人在调查 施晓念的漫画 而且还被白宇和施晓念 抓包过 但是被顶出来的人 居然是施晓 我和白宇一致认为 施晓念当时的解释 太过于牵强了 他的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扯来扯去 都是他身边的人 可是施晓念这个蠢女人 都不知道他和整件事情就关 恐怕他现在已经身陷其中了 沐雪最近活动频繁 还是要多关注 晓念没经历过这件事 你要多递他防着点 最近有个项目在找他 我总觉得不太对接 我们要赶快找到对方是谁 看清楚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找到他们的弱点 不然 晓念那边 我真的是发心不下 我不知道 这些漫画究竟跟现在 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 这所有的事情 都跟他扯上关系 如果我们从沐谦出着手的话 是啊 施晓念和他是曾经的好朋友 沐雪是他的亲姐姐 他和整件事情 都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但其实我很早之前 就和目前出交流 他这个人 对我总是有所防范 有所保留 我会再去找他 三潞 嗯 咱俩 嗯 你更懂 三潞 比较大 小念啊 多吃点啊 对 这 你看你说最近工作忙了 人都瘦了 来 你这个鸡翅 你那天天出大别书吃大餐 有什么吃不好的 我突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我回房休息一下啊 你慢慢吃 来 我陪你 来 我跟你说小念 坐下 妈妈难得做那么多菜 你慢慢吃啊 慢慢 慢慢 我去看一下你爸爸 吃点鱼肉 我看你一直在吃青菜 这鱼肉比较清淡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不用言来言去了吧 乖累 小迪 上次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已经彻底地放下钱鱼了 有了自己的感情和生活 也不会影响你 所以你不用一直把我当敌人 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 希望你开心快乐 你不要把这些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无所谓的事情上 这样你会觉得很累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像他 你巴不得钱鱼推我越远越好吧 这样你之前受到的那些委屈 都扯平了 小迪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俩去游乐场玩吗 那时候我跟你说 姐姐希望你一直开心快乐 我现在的想法和那时候是一样的 没有变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 不用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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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真好 你开心就好 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嗯 我们坐车吧 好 不管 在你心里怎么看待我这个姐姐的 我始终把你当作亲妹妹 我始终希望 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矛盾 误会 我们俩都可以像现在这样 挨在一起吃饭 我还是打心眼里想要你好 希望你一直快乐 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但是只要我们两个想 就还是可以回去的 对吗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我们就应该一起往前看 小迪 你有你的事业 有你爱的爱人 有爱你的亲人 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你应该好好珍惜 放过自己吧 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 我好吗 只有解决掉事小年 你才可以跟青春在一起 你好好想想吧 你还想想 还想 继续 在这种工作室 我还想要给你 我又想要把我 你还想明了 这样 你还想要 你有一种 其实有人 我找到你 他你还想要 你还想要 他行那种 你还真是 你找什么呢 找小时候的漫画 找到了 找小时候的漫画干吗呀 我们工作室新建了一个项目 我想看看小时候的漫画 找找灵感 什么项目啊 是恩义给你们做的吗 不是 是一家公司主动找了我们 报价和周期都很合理 所以我们想好好做一做 现在市面上项目挺多的 但是陷阱也很多 你们做的时候自己注意一点 这个项目的确有点问题 毕竟它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所以版权上还没太太多 不过也没什么大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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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是不是给十早念项目做了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怎么 怕我对十小念做什么是吗 果然是血浓于水啊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多见见前初 这个当然没问题 我已经给前初找了最好的医生 等事情结束之后 我会把你们一起送到国外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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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算了 换个个老师话 去会议事吧 我已经窃口家里没了 牧总没在家 我刚给石妖姐打了电话 石妖姐也得到处找她呢 公司呢 你确定她没来过吗 确定 我刚确定她办公室 桌上的文件 物品 全部没有动过 那您坐会儿 我去想办法 等一下 牧线人现在的身体指标 已经比较稳定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里 怕老您多费心了 只不过我不知道 对方下一步 会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我现在也不清楚 我现在也不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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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做到这一步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就指示公司是吗 对 我要的就是公司 我要牧师的所有区分 如果你想要牧师 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你可以早点跟我说 我知道 牧师能有今天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 也归功于你 终于还是安安打不住了 公总 您收到我牧总消息了吗 放心 他暂时是安全的 那我牧总才 无论是从公司讲 还是出于血脉上 我都不会跟你 你都不会什么 你会乖乖地把自己的股份 拱手让出来吗 别傻了 千楚 牧师的归属 本来就不是你说了算 只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我不得不把你找出来 以最有效率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罢了 明白吗 所以爸当初叫我回来接手公司 还拿走了你手上 很多重要的项目 对于这一点 你是很有怨气的对吧 怨气 我从来不会怨谁 我只是觉得这个家对我不公平 好了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不说小孩子的话了 坦白说清楚 我不想伤害你 我也不想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只要你答应我的诉求 我会送你离开 你还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之间还会像以前一样 我们之间还会像以前一样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觉得我们还能跟以前一样吗 当然 只要你做出合适的选择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改名 这种犯罪 我们之间的套法 也许多说话 我们之间的能源 我身心不错 我许多一些 我相信我 除非有这样的 你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带着 我们刚才算我们的 做出了 我们的真正 我就是想知道 你最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权力对于你来说 就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什么都可以 不管不顾是吗 其实 其实我 你想要的 我会尽力满足你 我只求你不要再做错事了 姐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可我觉得没有 为了你所谓的权利 我已经牺牲了一切 我只想拿回 我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 有什么错 我已经担心你 跟你不担心你 他已经没想过 你不担心你 你把你的人担心你 小雪 我们结婚吧 嫁给我 你不能再假批 你不担心我 你不担心我 不担心你 你不担心我 我已经答应我爸了 公月 你不要让我为难 小雪 这是我给我们最后的机会 这么多年了 我是多么爱你 你应该清楚 我知道你看着你的事业 没关系 我可以倒 我只希望能够给我一个位置 能够让我陪着你 好吗 好吗 如果被我爸知道 我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不能让这些差错 毁掉这一切 对不起 为什么你要突然跟他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只不过 只不过是暂时没有答应你的 求婚而已 公月 公月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亲自陪在我身边很久 他对我的付出 我一直视而不见 我现在不能忽略身边对我好的人了 不是这样的 公月 你再等等我 我知道你的苦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很多事情 已经不只是你跟你爸爸 一个约定那么简单了 你已经陷进去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 你还会有别的邀请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只在一个地方约会 我们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没有一起走在路上 愉快地聊个天 甚至连说句情话 都要偷偷地背着别人 算了 放过彼此吧 公元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对不起 公元 公元 小雪 小雪 你别这样 你冷静点 你以为我提心调的 小心意味的是什么 你以为我想跟你 偷偷摸摸的吗 我即使小心成这样 还是被别人发现了 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是倩珠的女朋友画的 倩珠如果手术成功 她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我到时候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明白吗 小雪 小雪 你回来 那你再下雨 小雪 你不要走 停车 你不要走 停车 你别走 三十学 小雪 小雪 大雨 勇 郭云 郭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行 郭云 郭云 承岚 给我跟张机票去英国 马上 既然你的目标是我跟牧师 那你为什么要对小念同胜 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足够坦诚了 前出 你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你答应让出一切 我会送你和石小念离开